现在林杰也不让我休息 我在写东西的时候还好点 他就找我的信息少了点 我只要一躺下来 裤子长裤一脱 他就来拉我腿上气肉了 我就排完一个回去干倒下来 又拉我的 我如果不写东西还好他不知道 让我慢慢写 就不让我休息了 现在我要排什么呢 刚才排的那个 又下水 现在又上水这个地方了 上水就比较高的地方 又有拉筋的感觉 又有拉筋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人爬在成像上面 爬在成像上面去看 这样 他每天都在观察看看中国人在干什么 很多人除了吃炭 睡觉 没有任何理想 也没有什么娱乐 物质世界很贫穷 地人之间没有 现在他们呢 离了什么呢 妈妈美国人 妈妈日本人 就这些 因为妈妈就想想 立开了我的国 然后想想 我这个也没有保障 那个也没有保障 但那一段时间又 立开了我的国 从几十年前呢 说那个 美国生活在水深火车当中 要我们去 去解放他们 或者台湾人呢 生活在水深火车当中 要去解放他们 但一个一个 那种狂发 被抽上一个 人家 哎 哎 还能不能看共产党的造谣 现场 这个地方 这没救了 没救了 哎呀 这个 这个人爬在城市上看 哎呀 中国那些人 看的信息 又造型又气愤 哎呀 我应该从他沟通过 哎呀 老兄啊 你的这些问题 我早就知道了 你的疑问 我早就知道了 我现在 你们们就想要 用实力 来告诉人家 要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那个人 一听我这样想 哦 原来我看到他了 看到他了 他以为 谁也不知道他 我看到他了 看到他以后 哎呀 人家已经关注到我 啊 他的想法也被关注到了 啊 他觉得 安心的可以睡觉了 啊 也可睡了啊 原来他总是 眼睛的 冲冲有神的 盯着那些 哎 那那那那些中国人呢 像他们怎么办呢 那些啊 所以他也睡不好 睡不着 现在突然一下子发现 也有西藏人在关注这个问题 他现在呢 那我就放心了 他就睡觉去了 好 知道了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